杭州地铁16号线开始试运行,单程运行35分钟,何时开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近日公示了护航用高速公路杭州市区段改建工程建设方案。该工程的初步设计目前已获胜发改委批付,预计护航用高速公路杭州市区段改建工程将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前建成通车。 这条杭州人民期盼已久的线路,15个车站中已经有12个动工了,并计划在2022年亚运会前开通运营,市地铁集团消息。 在成功完成轨通热华等节点后,杭州地铁16号线近日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开通后,市民从九州街站出发至绿厅路站预计需要35分钟左右,并可在绿厅路站换成3号线、5号线。 目前,16号线已进入收尾阶段,待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会通过后即可具备开通条件。 从近一年二线城市房价走势看,二线城市房价平均同比上涨1.647%。